我們上禮拜所出的習題裡面 第一個是通訊錄查詢 這個通訊錄查詢我們希望你要寫一個叫做Tlook的程式 這個程式如果你NodeTlook 我的名字他會查出我的通訊錄 如果找一個找不到的人他就會查出是查不到 這個東西要怎麼做呢 其實我這邊已經有寫了程式 我們稍微看一下 在我的我給大家的這個貼文裡面 上禮拜的習題 我前面貼了太多奇怪的東西 這裡有個程式 這裡你會看到他是亂碼 可是如果你把檢視的編碼設成萬國碼的話 就會是正常的 我把這個程式剪貼下來 然後我們找一個編輯器 我們習慣用的是Visual Studio Code 所以我把它打開 Visual Studio Code 在這裡 那我把它打開 然後我把這個程式放上去 我把它存起來 那這個程式我們就叫plook plook.js ok 那我們就可以執行它 執行的時候 在這裡 Mac我們必須要把 把那個工具叫出來了 就是命令列 好 那這個命令列的終端機 我先叫出來 好 ok 那我們的程式在哪裡呢 我再放在應該桌面 的 ccc 底下 現在我們看有沒有plook這個程式 有 plook 那我就打node 那如果是查我的名字 好 那它會印出我的通訊錄 好 那它會印出我的通訊錄 裡面還有另外一筆是snooby 哦 努打錯了 所以 努打錯了 欸 我是用另外一個努 不過好像翻譯是用這個努 如果用這個 哦 就查到 好 那當然 如果你 隨便打 那就查不到 夾飛貓 那就找不到 那這個通訊錄程式 欸 這裡 有點小 我們把它弄大一點 好 稍微解說一下 呃 呃 people 現在是個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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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我們寫了一個lookup name的程式 那這個lookup name的程式呢 它會 把 name傳給people去查 那查出來放到p裡面 那這裡要注意一點就是 如果它沒查到的話 我們要怎麼知道它是沒查到呢 在javascript裡面有一個叫typeof的 的關鍵字 它會傳回的是 你後面給它這個p的形態 那譬如說 自算型態 就傳為street 那 數值型態 就傳回numeric 但如果它是undefined 那它就會傳回undefined的自算 那這時候呢 當你傳回的東西 它的型態是undefined的時候 我們就印出找不到 那當你傳回的東西呢 它是 不是undefined 但就代表有找到 有找到的話呢 我們就把它印出來 那這裡有個格式 各位可能會不太熟悉 那這個是我們之前都很少用 現在開始用 第一個 persand s 這個跟c語言一樣 它所有的 傳進去的參數都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印 那persand s代表要印的東西是個自算 persand d代表要印的東西是個數值 那persand s的話是自算 persand s是自算 ok 所以這代表自算數值 自算自算 ok 傳進去印出來 所以它剛剛印的結果 你可以看到 陳中成 46歲 電話 email 這 這就是剛剛這一串印出來的 欸 這有點 就是剛剛這一串印出來 ok 好 那 注意這裡有一個斜線n 這個斜線n的意思是換行 跟c語言一樣它是換行 那當然各位很多沒學過c語言 無所謂 你現在就把它記住 persand s是代表自算 persand d代表數值 persand s自算 斜線n代表換行 那這樣子它印出來的東西就會換行 那後面參數就是按照這個順序一個一個傳進去 就對了 那這是有關於我們的plook這個程式的解答 ok 那請各位現在就去看一下這個程式 我們已經放到社團上面了 plook這個程式 稍微看一下 請稍微看一下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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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